在现如今这个离婚容易结婚男的社会中 成年人之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在耍流氓 两个人在一起是需要磨合的 就像你买了一辆新车 上路磨合是必须的 磨合期过了才能上高速公路 那么要达到适合结婚的程度 需要的时间可长可短 因人而异 是具体情况而定 这个时间可能是三个月 也可能是半年 一年或者两年 甚至三年都有可能 那恋爱多久适合结婚呢 通常综合网上的统计情况来说 恋爱的时间在半年到两年之间 比较适合结婚 网友们认为在这个时间区间内 恋爱双方能够基本了解对方 比如家庭组成及背景 工作状况及收入 以及对方的性格爱好人品等等 都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是否能够组建家庭 够能承担未来生活的担子 也能大致心里有数 结不结婚也就可以拍板决定了 其实结婚与否并不取决于恋爱时间 关键还是要看人的 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人 恋爱与结婚都必然幸福无比 真心相爱 互相理解包容 不略恋爱时间长短 都能婚姻美满 白头偕老 子孙满堂 我大学同学两口子 大一就开始谈恋爱 毕业后 男的上了研究生 两人在男的出国 读博士前结婚 女的去陪读 生了个美国儿子回来 定居磨度 男的做了外语培训 事业越做越大 女的顺利成长做了全职太大 让人羡慕不已 说起来 他们的恋爱时间长达七年 最终修成正果 因此还是人要选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闪婚是绝对要不得的 恋爱三个月 时间太短 不足以认清对方 此时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优点 恋爱中的人 此时也顺于表现自己优越的一面 而将自己不完美的地方隐藏 甚至假装自己是优秀的 此时冲动是魔鬼 在冲动的去世下 结婚更是不理智制举动 带来的只能是闪离 对离婚双方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如果有了孩子 对孩子更是漫长的伤害 终身无法消除 因此选择闪婚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全世界这么多人 每两个从恋爱走入婚姻的人 都是不同情况的 我与前男友谈了六年 依然一分手而告终 与现在的老公谈了五年 功德圆满 闺蜜恋爱多次至今依然单身 恋爱时间的长短 无法保证婚姻幸福 有时候一天看透对方 有时候就成了睁眼下 当恋爱谈着谈着 如果有一天 两人觉得离开对方 或者换个对象 日子就索然无畏 毫无意义 那就是个结婚了 是两人互相习惯对方的存在 变得交不离重 重不离交 此时领证婚礼则变成了 通往共同生活的必要仪式 当爱成了习惯 当习惯对方在自己身边存在 当习惯对方入侵自己的生活 当你能接受他吃完大蒜不刷牙 当他能接受你在被窝里放臭屁 那么你们就不要犹豫 结婚吧 如果您有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